西屯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Wi-Fi熱點是最多的 如果我還想知道 到底它Wi-Fi熱點在哪一條路上面 哪個地方的密集度最高的話 當然最好是你也可以直接點進去看 不過點進去看之後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它會給你很多的資料 我的習慣是先把漂亮的格式拿掉 然後把它轉換為範圍 這個我的個人習慣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針對什麼 把它轉換為範圍 它是沒辦法 它怎麼一直跳 它沒辦法轉 那假設我已經把這個資料取得之後 如果我希望再更進一步知道說 到底它這些地址 因為畢竟這些地址對我們來說 如果你不是住西屯的話 或者不是住台中 可能對這些應該陌生 當然不見得一定是你住台中 你住西屯也不見得知道這在哪裡 而且哪些地方是最多的 畢竟它只是一個地址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怎麼樣呢 利用它提供的地址 甚至它有提供比較精確的精緯度 幫我顯示出哪個地方的WiFi Lens 最多的話 其實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你們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將來你們在做報告的時候 可以假設地址 它裡面如果有精度、緯度的話 相對是比較精確的 就是那個點 所以如果那個點 以後如果你看到地址 或者是精度、緯度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結合3D地圖 3D地圖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匯入到3D地圖裡面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哪個區域裡面的 數量最多的 它會幫你用比如說柱狀圖 甚至用圖的方式來呈現 那怎麼呈現比較 我是覺得感覺應該會更精確 所以第一個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先把… 我是利用C臀 所以我把這個工作表 一起點兩下 把它改成C臀 OK 然後再來的話 根據C臀 我希望來繪製出一個地圖來的話 那我可以游標一樣放這個範圍 然後點一下這個3D地圖 然後開啟3D地圖 不過它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新一個導覽 或者你用… 因為我剛剛有做一個 我就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導覽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理論上會問你幾個問題 不過你現在應該它會自己抓到 其實它有時候還滿聰明的 會自己把那個 到底Wi-Fi熱點哪邊最多 它會顯示出來 不過會有個問題 第一個 這到底在哪裡啊 你往前推有沒有 它會出現 那你其實上面有一個叫地圖標籤的選項 是可以把那個地圖的標籤給顯示出來 哪個地方 有沒有 這邊就七臀 那哪邊最多 好像這一塊 這一塊 好密集喔 OK 那只是說這樣看起來好像 還是不太清楚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教各位有個方法 就是你把那個顯示方式 它預設好像是 那個正方形的 對不對 你可以用像柱狀的 但是你要變3D啦 目前如果點下去它沒改變 或者用什麼 用圓點的 這樣一泡泡一點不清楚 其實你可以點這個 這個叫什麼 熱力圖的視覺效果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熱力的視覺效果應該 是應該這幾個圖 裡面應該是算最清楚的吧 那你可以看出來哪邊最多 顏色就可以區隔開了 有沒有 這個區塊 這裡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什麼 黎明路 為什麼這邊 這邊這麼這麼多Wi-Fi 有沒有熟台中的 這知道這裡為什麼這麼多Wi-Fi 那個在市政府 市政府喔 就是像西區那樣的地方 OK 可以 所以這裡是重化區是不是 對 所以它這邊 草碼 草碼應該是什麼 車站那附近吧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熱力圖 那你把它顯示出來 有沒有 這樣就很方便 甚至你可以再去做一些修改 那其中的話 它會問你 它其實為什麼可以幫你做到這一點 主要是位置地方 它會去抓幾個欄位 第一個就是地區 地區裡面可能會有什麼 台中啊 有沒有 然後地址裡面也有 還有經度尾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最精確的 其實經緯度就OK 所以其實我建議你乾脆把地區跟地址把它刪掉 其實經度尾度就OK了 其實我看它應該也是抓那個經度跟尾度 然後你就選一個圖之後 它就顯示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子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地方關閉它的清單 它就會顯示出地圖了 另外的話它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建立視訊 比如說你想要把這個圖 有沒有 這個圖變成一個動畫 它是可以建立的 不過這個細節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這其實還滿好玩的 真的可以顯示出很直接的 說實話 你剛剛給你這麼多的資料 說真的你怎麼知道哪邊是哪邊 但是如果直接把那個地點有沒有 把它打上去 馬上就知道了嘛 所以像上個禮拜的那個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哪邊最容易失切 你也可以把地址放上去 它也會把那個最容易失切的熱點 直接幫你標出來 那直接告訴你就好了嘛 OK 這樣的話其實相對的就直覺很多了 不是嗎 對不對 就像交通好了 哪邊最容易出車禍 你把所有車禍的地點把它集結 把它打個 有沒有 把它放在那個3D地圖裡面 那這樣的話不就很快可以知道說 到底哪邊的那個 這個是交通熱點 馬上出現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是西屯而已 因為我不要把太多資料放進來 因為太多資料放進來會有一個問題 它會載入很久 它要把所有資料放進來 所以同樣的方式 你們可以延伸 也許你可以延伸去看看台北市好了 因為台北市可能大家比較熟吧 你可以看台北市到底哪一區的Wi-Fi熱點最多 那Wi-Fi熱點設置是不是合適 那邊是不是最需要Wi-Fi 因為Wi-Fi熱點誰會用Wi-Fi 我想一般人大概都自己本身 如果是本地人的話應該都吃到飽吧 比較多 我不知道 OK 可能大部分吃到飽比較 所以你根本不太會用Wi-Fi 那誰會用Wi-Fi熱點 一定是外來的旅客 所以哪些地方最應該設置 你應該把它設置在大家都需要的地方 這樣的話我覺得資源在分配上面是最好的 可是有沒有這樣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其實是可以透過數字 或者甚至是3D地圖可以看到結果 那這個時候如果是台北市的議員 他可以質詢 為什麼把錢花在不是刀口上面 花在那個地方根本不會有了 你這Wi-Fi熱點幹嘛 會不會浪費錢 而且你的Wi-Fi熱點需不需要電 需要電嗎 需要頻寬 需要管理 需要嘛 但是其實沒有妥善的把資源做好的分配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先把那個西屯為例 那可以再 特別注意我是利用這個 它其實有一個地圖 不是這個 是這個 所以插入有沒有 找到3D地圖 然後呢 它會跳出那個 就是因為我只要做過導覽 有沒有它就會有一個新的圖 像我剛剛那個就是導覽2 當然你也可以改名稱 那如果你還要再做一個新的 你就按新導覽 它就會把就是你剛剛的這個訊息 來直接就顯示出來 那我剛剛主要是調整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的這個圖層裡面 西屯部分把那個資料載進來 我只要改一個圖 改一個圖的樣式 那位置部分呢 因為經度、緯度跟地址 其實都可以 所以我最後用那個 比較容易取得位置 精確的經緯度部分 那至於其他啦 還有改一個地方 叫做地圖標籤 它預設好像沒點 沒點的話變成 你不知道說這個地方在哪裡 有沒有 這個地方在哪裡 不知道 你往前推他也不知道 除非說你真的很熟悉 那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改成地圖標籤 那甚至如果你覺得這個是2D的感覺好像不夠漂亮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3D的 它這邊是可以允許變成3D的地圖 OK 試一下好了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的那個作業啦 就是你可以把今天的這幾個 來試著做個練習吧 那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你可以做其他的 如果我這邊做台中 你說我是台中太簡單了 我要做台北市的 你也可以仿照一下 比如說把這邊改成台北市 點亮一下台北市出來 然後把台北市的Wi-Fi熱點 前五名的行政區列出來 然後並且分析一下 到底第一名它設置的位置是否妥當 你可以分析一下 你可以根據你比較客觀 OK 我們這邊是覺得 不是說我今天用主觀說我這個這個 甚至你如果假設你有實驗精神 甚至你是不是可以真的 跑到那個Wi-Fi熱點最多的地方 你自己抓抓看 會不會自己去體驗一下 說不定還可以把這個訊息 給寫到你的報告 我覺得這個報告應該是會非常精彩 而且真的完完全全是 非常具備有非常可參考價值 然後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 今天的作業也許就是把 這個Wi-Fi熱點練習 試試看 OK 有